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,我是弟弟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男女喝同一杯饮料就要抓起来的故事。 在电影架构的虚构未来里,社会上的出轨丑闻越来越多。 为了取缔这种错误行为,构建出一个美好社会,日本直接成立了一个取缔厅。 就此,一场声势浩大的消灭运动出现了。 举报者不仅能够得到奖金,还会被颁发奖状。 至于双双犯错的人,惩罚也很简单粗暴,把老体坐穿就可以了。 到后来,市面上就连以此为题材的小说电视剧都不能出现。 而我们的主角葛木呢,就是出生在这里。 他的手上直接佩戴了GPS定位的戒指,能够记录图像和声音。 放眼望去,人们生活安康幸福,葛木这才到公司。 女同事短发就来好心的送咖啡了,奈何一不小心狡猾,然后咖啡洒了,眼神飘了。 正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,取缔厅的人来了,完了,该不是要被抓起来了吧? 还好还好,被抓的是同事。 理由嘛,两天穿了同一套衣服,肯定是没回家,那么肯定就是犯了错。 要我说啊,葛木都当上部长了,事事还那么热心,这下好了。 扶椅子又看到了不该看的,刚想解释点什么,又发生了更暧昧的事情。 葛木越想越害怕,于是赶忙去到厕所发道歉信息,拿着戒指又掉到了水池。 刚想缓缓,手一滑,又发了暧昧表情包过去,这下是死是活解释不清楚了。 因为打扫的清洁大妈刚好也在,她可是一个活脱脱的证人啊。 果然,等到她出来取缔厅的人就来了。 面对严厉的审问,葛木第一次不认,她说她什么都没有看到,但是取缔厅已经恢复了她的聊天记录,况且人家女生都已经承认了暗恋她。 所以摆在葛木面前的只有一条路,那就是承认错误,然后坐牢。 在审判的法庭上,取缔厅给出了她和短发误喝一瓶水的关键性照片。 在他们看来,这就是间接的亲密接触啊。 更要命的是,葛木的妻子也凭借直觉指认她和别人有染。 最终,葛木被带去了监狱。 值得庆幸的是,她在路上遇到了反对取缔的组织。 在他们看来,现在的社会洁癖过重,只要犯一点错,就要受到天大惩罚。 为此,他们打算直接炸掉取缔厅。 可葛木觉得不应该使用暴力,因为暴力不能改变世界。 在混乱中,她被打伤了。 等她醒来之后,取缔厅已经被炸掉了。 而政府也出台了更多的政策,要强制排查每个人近十年的留言记录。 也就是说,曾经说过错话的人,现在也一样被抓起来。 清醒过来的葛木想要去外面看看情况,哪知一出门就看见妻子也被抓了。 心急的她直接用身体拦下了球车,可开车的居然是当时抓捕她的人。 对方表示,自己也只是在履行职责。 而且,现在的她也是戴罪之身,影片的最后,妻子坐着球车走了,而葛木一个人游走在大街上,可此时的城市已经空空如也,没有了一个人。 难道这才是美好的社会吗?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影片用一种夸张的方式,演示一个狡王过正的故事。 好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 再见。